南部有很快樂的一面 很健康的一面 所以我為什麼會在南部採訪五年 走過張維華走過的地方 我就是要用草根的文化工作 來紀念張維華 而且我從這裡面不斷的反省 我就想說我們的運動一定是出問題的 如果我們的運動 南部跟台北之間的那個消息很流通 兄弟姐妹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 大家都很了解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種南北的差距 這麼大的差距 那我這樣子五年下來以後 我有寫在維華的紀念裡面 我另外也把我在農村採訪的寫著一本 六文道鄉 都是關於農夫和庭埔生活 那27年 每一年 我從來這個事情從來沒有放下來過 一直到最近前幾個月 就是我在判斷犯那個紀錄片的導演 要打完 他跟我見面談以後 他跟我訪問有關於張維華的事情 然後我再去一個一個去問一些朋友 我才發現說這幾年裡面有那麼多的變化 像剛剛林書枝所談到的那個 十龍春很年輕已經死掉了 那鄭天生 我剛才聽見他講 鄭天生是鄭平的兒子 在平時死民在日本的時候指揮的案子 革命案子 失敗了被處局 他那個案子裡面被 那個案頭是鄭平被處局的 那另外一個洪維豪也是我很尊敬的前輩 他在不久之前 並也是去世 他去世之前 把他領大的補償金全部都捐出來 那另外還有黃昆仁也是同一個案子 黃昆仁去坐牢的時候 他是小孩子 黃昆仁就有講過說 他跟李奧有同一個牢房 也還都叫他 少年那小孩小孩過了很小的 因為少年年輕人去坐牢 坐牢活到還是蠻年輕的 我在那個許他在蔡也群的聲援會 碰到那個黃昆仁的時候 他還是很年輕 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說 至少這個鄭一華他走過很多地方 可是他窮到沒有錢吃飯 然後有一些農民要請他吃飯 他就很客氣 他不願意 他知道他覺得農民很苦 他不願意給農民增加負擔 到吃飯的時間 他就找藉口就跑掉了 他就找藉口就跑掉了 而且我所訪問到的就是說 5月19號在那個 在那個出兵那天 在那個廢河道 有一個前輩子曾治受到的人 周順吉 他看到了這個張一華 他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 周順吉就說 張一華跟他講 到那個時候張一華跟他講說 他在忙全台灣的那個農民啊 他跑過26個鄉鎮 他說農民好苦喔 我訪問周順吉 我聽到這裡的時候 我真的是好痛心 那個要去死 準備要去自焚殉大的人 臨死的前幾個鐘多 都還在想到 他所採訪到的農民的苦 那這些農民 他們都把他當作小孩子 都不知道說 他為什麼要把生命付出 那我所採訪的那些資訊是說 他要立一個標款 就是說台灣人的一個精神 為了台灣他要奉獻生命 這句話他有跟好多農民講過 他說我會用我的生命證明給你們看 因為他幫農民去解決一些農民的問題 那農民就說怎麼都沒有答案 包括那個掌心的劉紀律 到現在還在講就是說 唉 我們就跟曾一懷講說 曾一懷你 阿華你跟我們講說 你要幫我們解決這個臨班地的問題 那怎麼都沒有結果 那阿華就很急啊 為什麼會沒有結果 這是政策嘛 整個政府的政策沒有結果 這不是阿華能夠解決的嗎 那阿華他有那麼大的壓力 他有那麼熱心要幫農民解決問題 那我一直沒辦法過 那是這次真正的問題